我们接着勾 就是在这中间 这两个记号扣中间 每一个针目里面都是给它勾出来两个长针 勾出来两个长针 就是从右边这个紫色记号扣的位置 然后勾到左边这个蓝色记号扣的位置 中间这七针 我们要给它每一个针目里面加出来一针 一共是十四针 七针再加出来七针 一共是十四针 我们接着勾 好 现在还有一组 我们勾到这个蓝色记号扣的位置了 我们把这个记号扣给它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我们绕线 在这个针目里面再给它勾出来 再给它勾出来两个长针 勾出来两个长针 然后我们这里加针就结束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最后一针加针上 再给它扣上记号扣 扣上记号扣的位置呢 就是为了好找 像这里后面 这个是斜后跟的位置 然后这个加针多的地方是斜头的位置 我们一共是十四针 可以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一共是十四针 一共是十四针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绕线 又到了中间 这个不加不减的地方了 中间还是八针 把这八针给它勾一下 八针对应着勾就行了啊 一针对应一针 不能漏掉一针不够 漏掉一针不够 等一下就少针了 就不对了 我们勾到这个绿色记号扣的位置就好了 现在这个蓝色记号扣的位置不数 我们数左边的不加不减的位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共是八针 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呢 到这个绿色记号扣的位置 我们又要到加针的位置了 然后我们绕线 在这个位置里面 这个洞里勾出来两个长针 现在勾了一个了 勾了一个 然后我们拿出记号扣 好 在这个地方坐上标记 这个是加针的第一针 然后我们还是在同一个洞里 再勾出来一个长针 好 现在这个就是 这个位置形就是加针 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再勾出来一组加针 加针就是两针 多了一针两针 绕线 在下一针里面 再给它勾出来 一组加针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横着的位置 这个不算作一针的啊 这个是引拔针的位置 不算作一针的 如果是算一针的话 这个地方就多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一二三四五六 三组加针一共是六针 这边也是对的 然后左边呢 也是三组加针 一共六针 也是对的 然后我们 把蓝色继绕扣取下来 跟这个第一针 做引拔 好 引拔过来 现在第二圈就完成了 我们再立一个起立针 先把线圈拉大 看一下这个鞋底 我们有线的地方啊 有线的这头是斜后跟 这个地方 这个蓝色和橙色 是斜后跟的位置 然后这个 这个蓝色和紫色 这个是前面斜头的位置 这个蓝色和紫色 是斜头的 这个蓝色和紫色 是斜头的